从一亮相到整个的过程 我发现不光是我们三位 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的视线 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您这身段太厉害了 是不是 我们给陈老师掌声 谢谢 太年轻了 两位老师有什么看法 就是我吧 得强调一下 陈老师特别年轻 但陈老师的身份证是77了 那是乱写的 对 那是乱写的吧 就是讨厌他们乱写 陈老师我有个问题 这刚才他也说了 您77了 虽然说这数字不太熟 您怎么老说这个 我能不能不说这个 我就是有点疑惑 就是当时您在清华 搞那个舞蹈的时候 我也去了 你看了吗 去看了 你现场看的 对 因为我当时觉得 就是一个70多岁的 这个舞蹈运家 咱们不谈这个话题 我就特别震撼 这震撼的就是说 你像我这40多岁 我现在腿脚就觉得 有点不太灵光了 您70多岁了 你怎么做到的呢 进行不下去了 怎么做到的呢 陈老师 我们现场是不是有些个别人 不太会聊个天对吧 我问您一个 我问您一个 您爱听的 是不是忘了年龄 是永保青春的一觅觉 我觉得有些事是应该记 有些事是不应该记 有时候可以记 有时候可以不记